台灣已經從俄國進口 基本上因為它還是比較近 要分散 進口來也分散 天南區我們占到10% 導氏油 在最近幾年 我們常常講布倫特 布倫特占三成 中東的杜拜 杜拜是中東的部分占到7成 我們算油價公司是這樣子 7成的中東的油 3成的布倫特的油 然後平均價格 來當作我們基準的油價 然後比較上個禮拜的變動 乘以這個8成 乘以0.8 0.8是整個進口的油 占這個中油公司 它稅前的價格 這個8成 這樣來調整 是這樣子計算的 但是那個 那能源的制裁的部分 美國做了 歐洲的部分 比較困難 因為歐洲的天然氣 仰賴 這個 這個 俄國的比重 是蠻高的 大概 油的部分 大概佔 它的進口的部分 要從俄國進來 大概佔百分之三十二 歐洲再次 俄國進口的天然氣 大概佔百分之三十八 它的進口總額裡頭 俄國是佔百分之三十八 所以基本上的話 它要突然間要減 要減少 然後這樣的一個量 從俄國減少 這樣的量 從別的地方進口 那事實上是困難度比較高了 所以 它的這個出口佔GDP的比重 是佔到百分之三十一左右 但是油跟這個氣 它佔整個這個 它的這個俄羅斯的出口的比重 是佔到六十四 它接近六十五趴 所以你可以看到 原油 這個能源 油跟氣 還有這些煤 這些能源的出口 佔整個GDP的比重 是佔到百分之二十 五分之一是跟你 能源的出口有關 所以如果能源出口有 出了困難 那它的GDP 當然就受到很大的影響 五分之一 這影響很大 對 就是美國然後英國響應的話 對它的衝擊會很大 相對來講 比較沒那麼大 但是 2027年之前 歐盟要減少 整個要脫俄 就是減少 這個 對俄國的依賴要歸零 最近這個歐洲 這歐盟有開會 那這個執委會的主席 就說 2027年之前 那 歐洲能夠擺脫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需要減少的量滿大的 那大概 這個 歐洲從俄國進口的原有 就是556萬桶 那一天 這個量是滿大的 那 然後進口的天然氣呢 1677億 立方公尺 那這個量是滿大的 那 你要這些東西 要去找替代的地方去取得 就是 俄國以外的其他地基取得 不那麼容易 但是 所以啦 雖然2027年 整個趨勢是這樣的話 那這個還是對於整個 俄國供給以外的這個市場 也有跟天然氣市場 一定 我擔心油越來越貴嗎 因為戰爭的關係 但是趨勢吧 擔心油越來越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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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最近的原油價格 幾乎每一週都在漲 幾乎每個禮拜天晚上 大家都排隊趕快去加油 所以其實漲得還滿多的 最主要是因為這個 俄烏情勢的關係 因為3號之前大概92美金 就是正式開始有從 俄羅斯攻打烏克蘭之前 之前的話已經到92了 那這個原因是前邊 那因為去年就是共不應求 一天大概196萬桶 一天 那一直到今年2月的資料 到3月公佈的 2月的資料 還少了162萬桶 就供給不足 前年是39塊錢 美金一桶油 那去年平均是68 美金一桶油 但是在年底的時候 已經高到85塊 後來有因為Omicron的關係 有回來 但是又上去了 2月23號之前 都已經到92元 只要是這個供需的失衡 供給不足的情況 還在延續 所以這個是其實油價 是無二戰爭之前已經上漲了 這個只要是市場的 這個供不應求 就是供給短缺來造成的現象 所以現在是長得更可怕 所以老師只要無二戰爭的這個情況 只要一天不停 這個油價要下來的機率就很低 對 因為這邊還牽涉到這個美國 還有歐洲 那麼對於這個俄國的一些經濟制裁 那這裡頭也有對於能源的制裁 包括美國現在宣布說要對 對俄國進口的這個原油就是禁止 結果 conflicts 防 Heeji 他們大概一天要大概23.7萬桶左右了 那這樣的一個量雖然佔美國的進口的比例 大概百分之八 國內生產大概1100萬桶一天 那進口的話大概只有300多萬桶 所以基本上從俄羅斯進口又佔整個進口的比重 只佔百分之八 所以它整個來講 跟它的整個美國的油的供給的比重其實不高的 所以照說來講就是說它這樣的進運 那當然對於美國來講應該影響還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因為它本身也有產油 如果能夠增加一點油 或者可以從這個現在在談的跟伊蘭的討論 或者可以增加從伊蘭 或者從委內瑞拉甚至從中東國家 基本上這些應該是可以攜帶的 但是對於歐洲來講就比較難 短期間, again, the US doesn't import that much oil and gas from Russia and so this is more of a moral statement than significant economic impact there is impact on the margins but again, if it was Europe doing this there would be a significant, significant economic impact 歐洲從俄國進口的原油 大概佔它總進口佔到32% 所以如果說一下子說不進口俄國的油 那麼對於歐洲來講就比較困難 因為它佔它進口總量佔到32% 那就比較困難 所以歐洲基本上還沒有要跟美國一樣 所以要對俄國進化下以限制 不過基本上包括天然氣那些 可能就會考慮 產業來講,包括油跟天然氣 產業來講 歐盟最近不是開會嗎 說說在2027年 希望能夠擺脫對於俄國的依賴 這個天然氣的占比更高 85% 就需要從俄國進化 所以2027年有沒有辦法做到不知道 但是這個是一個氣勢 老師,因為我看拜登是3月8號簽署說 要禁止俄羅斯的石油還有煤炭的進口 所以後來英國還是會跟進嗎 英國打算要跟進 可能是英國是不是在俄羅斯的供需上面 它的占比對它而言也不是很高嗎 也不高 英國打算是比較少依賴 但明顯我們從俄羅斯的供需 我們不能在夜晚移動 但我們當然可以做 我們可以做的方法不斷擁有供應 我們要做的方法不斷擁有供應 我們要做的方法不斷擁有利的方法 而不斷擁有利的方法 不會影響 UK的財產 不會影響 UK的財產 不會影響 UK的財產 或者其他地方的地方 而不斷擁有利的方法 但會控制的批裁 不斷擁有利的反應 因为英国本身也有产油 包括它北海的 北海那边它也有油田 它也产油 它从俄国进口的比重 应该不高了 1%多不到2% 所以对英国来讲 它如果不从俄国进口的话 应该影响不至于太大 2021年2月播出的全球震惊 是中天财经频道制作的节目 每周六日晚上六点呢 除了在中天电视之外 也会在这个中天财经频道 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们从11月开始 有个马开小教室的单元 都是把观众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制作出来 放在中天财经频道里头播出 只有在这里才看得到哦 如果大家想要掌握 这个最新的讯息的话 可以到中天财经频道里头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资讯 那拜登为什么只针对所谓的石油 因为我记得俄罗斯其在天然气的输出上面 也是非常的大宗 对对 因为美国本身有产天然气 然后这个 而且还可以出口 然后美国基本上也没有从俄国进口天然气 所以它就不从这边来限制 因为它本身本来就没有什么进口 美国本身也在出口煤 所以基本上就说不需要煤跟天然气 对于俄国并没有什么依赖 所以是针对着油 老师 因为像大家都会蛮好奇的说 世界上最大的这个产油国其实是美国 然后再来是俄罗斯 然后再来是中东地区 对 沙奥地阿拉伯 对 现在的排序是美国第一 这个俄罗斯第二 沙奥地阿拉伯第三 但是事实上 这三个国家的前后顺序是会改变的 因为OPEC+,他们有一些决议 会有一些对于生产会有一些限制 那这种情况之下就影响它的产量 然后美国的国内的产量又跟油价有关 如果油价低的时候 它的产量可能就是三个国家里头就排底下的 比克力是2016年2017年 但是油价上来它就会上来 大概是这样的 不过这一次的情况 美国虽然油价上来 但是跟这个疫情前 就是2019年的年底来比较 产量的就是恢复的情况是比较慢的 大概还少了一百三十几万头一天 大概减少百分之十一左右 这个是复原比较慢的一个国家 可能是跟页岩油的生产成本 就美国 大概比较贵啦 长期的生产成本大概要接近五十块美金一同油 短期的生产成本三十块 就是一些这个 维修啦 或者是营运的成本比较低 但是要开心井的话 那需要一些碳康啊 开发的成本 大概接近五十块 但是其他国家 像这个沙奥地阿拉伯 那是这个生产成本 长期的生产成本就三块钱 还包括运输费用 那如果是俄国的话 大概十八块 所以相对美国的成本比较贵 那可能是造成它复苏 就是恢复啊 生产恢复的这个速度比较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且可能也会考虑到 因为2050要净净排碳 那所以就是会限制一些 政策上不鼓励油跟气的开发 而且是从2021年7年开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说这个国际能源总署 IEA的一些建议 就是说希望你要净净排碳 2025 那现在2021年 对于煤炭的开采 对于这个新的这个油 原油跟天然气的投资计划 那希望呢就是 就是应该不要做 有这种考量 那投资就有风险 那可能是造成美国 它的这个页岩油的生产 那恢复啊 比这个我刚刚提到的 比疫情险的水准还低了11% 我配个其他国家来讲 基本上已经接近疫情前的水准 但是美国出不慢 可是照理说 如果这些页岩油的业者 从油价去年 其实就已经60 70 80 90 然后到现在都已经破百了 难道他们不会 就是不是说短期的 只有两三个月 他们可能会想说 过了这两三个月 油价就会往下跌 他们想说已经这么长了 难道不会纯纯力动吗 所以我就刚刚有跟你解释 过去的情况 油价一上来 它的产量就增加 所以为什么这个沙拉地跟 特别俄国不同意说 我们OPEC Plus 一起减产 因为减产以后 美国的产量上来 我们减产它产量上来 四战力都给它 好处都给它拿到了 但是这一次是不一样 这一次我刚刚讲的 就是比疫情前 其他的国家产油国 基本上都已经恢复到 接近疫情前的水准 但是美国特别慢 还少了11个百分点 就是只有9成 一个例子 现在的这个 在生产的油井的数目 是650口 虽然油价已经涨到100块 上个礼拜的资料 在650口 它在疫情前 如果是2020年的一页的资料 它有790口 所以还没回到 我说产量也是 原因就是因为 所以第一个它生产成本高 比较高 然后它的风险 就会相对比较大 它就会考虑 然后又加上这个 包括拜登也主张说 这个美国要回到 整个国际的这个 要净零排探 目标的一个政策 2050年 所以对于油气产业 基本上是不太鼓励 跟这个川普不一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投资者就有风险 那是造成 我认为可能是造成 美国这一次复失比较慢 跟过去不一样的重要原因 虽然已经 这个价格已经比它的成本高了 包括短期跟长期的成本 应该是50块就够了 但是事实上已经都100了 但是它的增产的幅度比较慢 会不会可能是大家觉得说 就是这些业者会怕 乌二战争的这个因素 其实不会很长 它可能会比较短 然后就结束 所以对于整个长期的 能源政策来讲的话 它就会觉得说 这算一算可能会划不来 是 但是造成这个油价 我们知道油价在前年 因为这个COVID-19 疫情的影响 前年的平均价 是39块美金一桶油 贾定用希德州中级原油来看 那当然年初更低 2020年的年初更低 那时候低到甚至还出现负油价 负油价事实上是跟这个 中国银行的这个操作 实物有关系 但是基本上前年 2020年前年只有39块钱美金一桶油 那去年的平均价格是68美金一桶油 已经涨上来 主要的是因为OPEC的严控 减少它的这个生产 而且大家都很认真在支持 这样的一个减产的协议 然后慢慢的 因为COVID-19慢慢就是反核 然后经济活动在恢复 所以造成去年的油价是68 那去年在年底的时候 高点还在85块美金一桶 那这种情况呢 就造成刚刚讲的 共稀的原来的这个共过预求 在去年的情况已经变共不应求 大概一天是190几万桶 那到今年的二月 这个情况还持续 今年二月根据美国EIA的估计 大概还少了162万桶 就共计不足还有162万桶 这个是造成油价上涨的 继续在涨 虽然有一阵子去年年底有跌到68 然后又上来 那其实在这个无二战争之前 那就已经大概有一些纠纷了 但价格已经到92块了 所以假设无二战争结束 可能油价供不应求的情况 供给短缺的情况 如果持续 那下去的话 那油价还是会极高不下 当然也有人认为说 这个可能事业之后 像可能是这个供给会增加 需求虽然也会增加 需求因为整个疫情在继续在反和 经济成长再加速 世界的经济成长再加速 那需求会增加 那供给可能还会比需求增加多 比较多 根据EIA的估计 美国EIA的估计是这样子 就是今年可能会有 这个供给短缺会供给过剩 今年 但是无二战争这个结果 那我认为可能这个情况会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因为现在在制裁 然后欧洲的情况 制裁的情况 是不是说无二战争结束以后 制裁都没有 也是一个不确定数 不确定性很高 然后再加上欧洲 因为这一次的无二战争之后 那就是说 对于俄国有一些制裁的 包括金融的制裁 那能源的制裁的部分 美国做了 欧洲的部分呢 比较困难 这会是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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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就是为了 这就是为了 美国主带领域 都被忽略在做这事 我说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的英国主带领 一直忽略在做任何事 和他想起来 他想起来 这么困难 日本是由俄羅斯的營業 而是由俄羅斯的營業 我們已經在同一面的位置 我們有一個營業的營業 我們有一個營業的營業 50%營業 和35%營業 從俄羅斯的營業 這項目的勞動 這項目的,這家 我自身的, 能不能無限於無限的 與營業的發展 也有一個 strategical優先的優先 因為歐洲的天然氣仰賴俄國的比重是蠻高的 大概油的部分大概佔它的進口的部分 要從俄國進來大概佔百分之三十二 歐洲再次俄國進口的天然氣是大概佔百分之三十八 它的進口總額裡頭俄國是佔百分之三十八 所以基本上的話它要突然間要減少 然後這樣的一個量從俄國減少 這樣的量從別的地方進口 事實上是困難度比較高了 所以它還沒有參與說油跟氣方面的禁印 但是英國有參與 因為我剛剛提到英國的比重比較低 所以基本上大概這種情況 但是這樣的一個情況就會造成 歐洲在未來總是希望能夠減少對於俄國能源的依賴 包括油包括氣 那最近歐盟有開會 那這個支委會的主席就說2027年之前 歐洲能夠擺脫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需要減少的量滿大的 那大概這個 歐洲從俄國進口的原有 就是556萬桶 那一天 這個量是滿大的 那你要這些東西要去找替代的地方去取得 就是俄國以外的其他地基取得不那麼容易 我們幾年代歐洲的決定 我們要靠軍的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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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可行的財政 我們有很多大的進步 我們有些很大的進步 但是用財政 是很難的 而且納衛是一位最重要的財政 在俄國內 我第一次召集到國內 所以2027年整個趨勢是這樣的話 這個還是對於整個俄國供給以外的市場 也有跟天然氣市場一定造成很大的影響 因為對於這些俄國以外的供給的地區 就有額外的需求 所以包括天然氣價格 包括油價在未來 所有要回到過去的水準可能是有困難 還是會極高不下 老師 可是其實俄羅斯還是繼續生產 然後它沒有辦法賣給歐洲這些國家的話 它難道不可以賣給其他國家嗎 當然可以 就便宜的賣給其他國家 但是整體來講 就是等於它還是不能夠一下子轉換那麼多 可以賣那麼多出去 所以它一定產量會減少 因為它賣不掉 那就等於世界的總供給減少 世界總供給減少 價格就漲了 因為會想說俄羅斯它只要便宜賣掉 那它這個壓低價格 不是會讓整個原油的價格變比較低 那情況是它一樣 它也沒有辦法很快的它去找到替代的市場去賣 因為你像油的話 歐國出口到歐洲 佔它整個油的出口的占比是佔到45% 那出口的天然氣呢 就是出口到歐洲的天然氣 是佔它整個天然氣出口 是佔到85% 那當然要突然就要去找 它更難 它一個國家要去找其他的市場 那歐洲對它來講 比重太高了 所以更困難 所以沒有錯 如果是這樣一個制裁 對俄國當然殺傷力很大 包括它的整個出口 然後它的經濟成長 都會受很大的影響 你能夠減少於消耗的影響 你知道 這個俄國的這個 鹽油跟其他能源 它佔出口的比重是佔到65% 它出口裡65% 都是跟能源有關的 俄羅斯的話 它的這個出口佔GDP的比重 是佔到30%左右 但是油跟這個氣 它佔整個這個 它的這個俄羅斯的出口的比重 是佔到65% 所以你可以看到 鹽油啊 這個能源 油跟氣 還有這些煤 這些能源的出口 佔整個GDP的比重 是佔到20% 五分之一是跟能源的出口有關 所以如果能源出口有出了困難 那它的GDP當然就受到很大的影響 五分之一 這影響很大 所以變成是說 它這個整個原油的部分 如果受到制裁 然後越來越多國家響應的話 對它的GDP的重傷很大 當然 可是這一次只有美國的話 就是美國 然後英國響應的話 對它的衝擊會很大 相對來講 比較沒那麼大 但是2027年之前 歐盟要減少 整個要脫俄 就是減少 對俄國的依賴要歸零 假設 如果它計畫是這樣的 那就影響太大了 長期的GDP 它的經濟成長 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難怪那個普丁的反應 就是俄羅斯反應很激烈 對俄羅斯反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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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提到的 它出口到 原有出口到歐洲 它出口的45% 然後天然氣 是佔它天然氣出口的85% 這個都沒有的話 怎麼辦 這個經濟成長一定很慘 雖然到2027 但是整個來講 它的影響蠻大的 因為它一定想說 剛開始雖然只有美國跟英國 可是大時候 很多歐洲國家都會響應 對它而言 一定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對 因為它要調整沒有那麼快 所以它暫時不能參加 但是已經有一個目標 就說2027不靠你 那影響就會蠻大了 因為現在沒有辦法 像很多國家 對於它的進口的需要 我剛剛提到的 歐洲這原有 大概從俄國進來的 那佔它的這個進口的比重32% 那天然氣是佔到38% 所以這個 它沒有辦法一下子去說 我這個38%的天然氣 32%的這個油 突然間要去轉 要去取得有困難 就美國來講影響不那麼大 就他們來講影響就很大 老師因為我看你準備的資料當中 好像也有寫到說 在俄羅斯這個原油跟天然氣的比重 其實它好像從2017 2018到2020 它是不是有開始微幅比較下降 我看每一樣都好像比較低對不對 原因是這樣子 我們剛剛提到我們COVID-19 那所以呢 它影響最大的是在2020年 所以它下來了 因為大家都要減產 OPEC Plus OPEC Plus就包括 沙烏地阿拉伯的 原來的OPEC 是三個國家 再加上俄羅斯 墨西哥 這些也需要減產 所以它需要減產 所以這個2020年的資料 你會發現它跟過去來講 是比較降低的 包括這個天然氣也受影響 原因在這邊 所以它的占比 201919 以前到20 那到2020只占15 但是應該是2019是比較準的 因為這個是疫情前 這個是疫情後 他們必須要減產來支持油價奔跌 所以當然就受影響 對啊 所以看得出來2017、18、19 其實是有時候都是增加的 2020最主要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個是疫情的關係 但是我們在談 它占比的部分 應該是比較早的 像2019、2018的資料 接近20% 大概是會比較準 所以剛剛講的大概是這樣 接近20% 老師那再講到俄羅斯 對於它原油出產國家的分布 這樣就更清楚了 對 所以它其實出口到中國大陸的佔比其實是最高的 也滿大的 對 所以中國大陸它其實是最大輸出國 就是原油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荷蘭 德國也是很高 所以這次其實德國最受批評 就是它完全悶不吭聲 俄國出口到歐洲的 佔它整個出口的比重只佔到45% 這個是俄國 這裡頭是沒有包括白俄羅斯 那如果白俄羅斯是佔到接近5% 那如果這個加上去的話 就是一半都是出口到歐洲的 但是它不會參與制裁 白俄羅斯 然後美國也只有1.31% 所以他們對於原油的部分聯手去制裁 對他們原油其實要轉換這個進口的來源 非常的容易 對 沒有錯 就美國跟英國來講是容易的 其他的國家那就比較困難 那像中國大陸它就更不可能表態 因為它的進口的比例其實也很高 沒錯而且它剛好可以得到更便宜的油 它要賣這個是最大的市場 所以到時候反而是俄羅斯如果賣不出去 它降價其實中國大陸它就可以拿到這瓶 台灣已經從俄國進口 在這個月底就到期了 天然氣的部分主要也是跟其他國家來購買 目前都有按照規定的存量都是充足的 價格的破洞 那這是全球性的問題 那為什麼我們會突然打算從俄羅斯進口 對對對 那基本上因為它還是比較近 它要分散 進口來源分散 天然氣我們占到10% 導氏油 在最近幾年 我們常常講布倫特 布倫特 布倫特占3成 這個中東的杜拜 杜拜是中東的部分是占到7成 我們在算油價公司是這樣子 7成的中東的油 3成的布倫特的油 然後平均價格 來當作我們基準的油價 然後比較上個禮拜的變動 乘以這個8成 乘以0.8 0.8是整個進口的油 有佔中油公司 它稅前的價格的8成 這樣來調整 是這樣子計算的 但是布倫特 是吧 原則理論上它是 就是包括北海 還有包括這個 非洲的 就是中東以外其他地區 我們都用布倫特在那3成 但是我們發現最近幾年不一樣 事實上我們有兩成 所謂布倫特其實有兩成 就是我們的進口的兩成 是來自美國 所以美國不是西德州原油嗎 對 那當然西德州中級原油的話 比較輕 我們需要的提煉成本就比較少 對 應該是這個 因為中東的話是高流的 那所以它的提煉成本會高 因為有環保的要求 那你要脫流 那脫流就需要有更多的投資 所以它成本比較高 可是相較這下 不是中東它的原油的成本 其實是最低的嗎 對對對 但是它的價格 事實上現在杜拜跟WTI 價格很近 甚至跟布倫特有的差價 以前大概一桶有差到六塊七塊 現在已經大概差一兩塊而已 大概差兩塊錢左右 可是那這樣子的話 中東不是就賺比較多嗎 因為它的成本老實 剛剛不是說 它成本只有三塊美金 沒錯 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它的成本 只有三塊美金 可是美國的成本那麼高 所以賣出來的價格差不多 那不是就中東賺很多 當然 那為什麼他們的成本 可以壓到這麼低 因為它是富有油廠的地方 那你知道油的生產 這個便宜跟貴 比個例子 同樣是油田的話 那如果這個油田很豐富的話 油氣很豐富的話 它的這個礦區 是說它隨著時間生產 它照說礦區的這個 它會這個 所謂的耗節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可能油氣的產量就會受影響 那如果要維持原來油跟氣的產量的話 那就要採取一些措施 包括說用Pump把它打出來 那或者是這個加這些化學品 加壓把它擠出來 那但是一個油礦區 如果是很豐富的油廠的這個地區的話 它根本不需要我們在電影上 常常看到那個Pump在運作 不需要那個 它只要把這個油門那個氣法 我們叫做聖誕樹打開 那個油氣自然就跑出來 所以它生產成本很低 不然你要Pump 或者是這個三級採收 要灌這個化學品區 或者是阿氧化碳進去把它逼出來 那基本上就是成本會比較貴 然後再加上他們的工資也差很多這樣子 因為美國的工資高很多這樣 我想主要的那個部分不大 那個地方不大 美國是葉岩藕的為主 那現在呢 葉岩藕為主的話 它需要這個 要把它裂結 Hydro把它裂結 那要灌水進去 這個化學品進去把它裂結 那這種情況才可以 把這些本來是固態的 變成液態的 可以生產出來 那所以它的成本會比較貴 是這樣的原因 所以俄羅斯就介於他們兩個事件這樣 那俄羅斯呢 其實它生產成本也大概10塊錢左右 10塊多啦 但是因為運輸成本 因為我們知道它生產的地方 可能要嘛領土遼闊 要嘛很多偏遠的西伯利亞那些地區 那所以呢這個運輸的成本到出口 那運輸的成本 到海岸出口 那運輸成本比較貴 因為它有很多的 不是不動港 很多的港口要出去有困難 所以基本上 是它造成說 它相對來講18塊 而 沙烏地阿拉伯3塊 那麼大的一個差距 是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 你也有準備到一個圖 就是說 它天然氣的出口部分 所以它天然氣 反而出口最大的是日本 它應該是液化天然氣吧 液化天然氣的量 所以它這個應該是用船運的 液化天然氣的產量 對 而不是走管線 因為我想說走管線 應該就會是德國比例比較高 所以這是液態天然氣 老師我們剛剛也有講到 這個原油的生產比重 就是2022年2月最新的 其實美國是最多 俄羅斯然後沙烏地阿拉伯 可是美國其實他們三者之間 它跟俄羅斯的差距其實非常的近 那我提到的就是說 美國它在2022年 就今年的2月的資料 它這個量 它其實是沒有回到這個 它疫情前的水準 少了10%左右 所以它只要回復到疫情前的水準 它就佔比更高 高很多這樣 沒錯 現在的情況是 其實這些的量 事實上也是 它們大致上已經回到 接近疫情前的水準了 包括沙烏地 大概有1000萬桶 這個1100萬 大概是這樣子 節目到這邊告一段落 請您支持中天監督的力量 記得把下面這一段工商服務影片看完喔 現在疫情其實讓大家還是有點擔心 不管你是在家裡頭 有客人來或者是你外出用餐 現在可以看到像是這個呢 是我們的水神的部分 那當然就是這樣子噴是蠻方便的 那如果說你是個人防疫啊 環境防疫 整個環境 整個空氣一次搞定 如果是做生意的話 可能這個營業場所比較大 客人進行出出 或者像是一些幼兒園啦 安親班啦 餐飲店等等等等 好工廠 學校銀行等等 甚至教會宮廟 需要長時間 你倒保持一個消毒的狀態 所以你的防疫用量當然也會比較大 這個時候我們提供給大家 推進給您看到這一台就是 能夠及時補充抗菌液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 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那麼這一台的水神生成機呢 讓防疫變得更方便更安心 它大概就是一個飲水機的大小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前面這一台 那你放在桌上啦 放在店面放在家裡 其實都不會太佔空間 而且三分鐘可以生成有4公升的水神 那麼一瓶的電解液呢 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神 完全讓你能夠應援客人 員工整個空氣的需求 比買單瓶更方便 同時更加的實用 結果日本教授直接家裡頭 就裝了這一台的機器 當成日常的清潔液 不傷害環境 而且一天你用200次都沒有問題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環保 那所以呢 水神幫助大家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保護客人 保護商機 現在如果你要購買 旺旺水神生成機 中天新聞的觀眾 是有獨家的好康 好一樣趕快掃描我們的快點購 如果你是在青春期間 來下單購買水神的生成機 我們加送 價值5960元的水神霧化器 就在旁邊可以看到這台霧化器 非常有質感 這個白色的一個設計 還有電解液四平 數量有限 請大家要買要快 居家防疫超級好幫手 快上網搜尋快點購 訂購旺旺水神生成機 或撥打客服電話 0800-660-608 中天觀眾獨家享有好康優惠唷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另外享有折價優惠唷 謝謝您看完中天工商 有您的支持 我們監督的力量不會消失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中天全球震驚週報的小林 那今天要特別提醒大家一個消息 就是每周日晚間六點 那知名經濟學家馬凱教授 來上我們的節目 為大家解析全世界的總體經濟趨勢 但是也因為他非常受到大家的歡迎 沒想到有人呢 就到用馬凱教授的照片 在LINE的裡頭 開了名叫做馬凱線上課堂家 這樣子的社群 那裡頭呢 竟然在分析台股的一些個股的走勢 那這個消息 馬凱教授知道之後呢 是相當的訝異 因為我從來沒有在LINE上面開過課 所以有任何人用我的名義來開課 那是一種欺騙行為 那是對我的誤蔑 也是對觀眾的一種詐騙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應該唾棄這樣的行為 應該完全不要受他的誘惑 應該只要有機會 就加以譴責 那馬凱教授在8月16號下午的1點多 也正式到台北市內湖分局報案了 2021年21月播出的全球戰經週報 是中天財經頻道製作的節目 每週六日晚上6點呢 除了在中天電視之外 也會在這個中天財經頻道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們從11月開始有個馬凱小教室的單元 都是把觀眾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製作出來 放在中天財經頻道裏頭播出 只有在這裡才看得到喔 如果大家想要掌握這個最新的訊息的話 可以到中天財經頻道裏頭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就能夠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資訊 臺灣如果不拿定度這個一二月的這個情況 作為一個銀劍的話 我覺得臺灣真的需要擔心 因為現在今天這麼短削 而它的工資也可能不是很高甚至更低 市場也許還夠大 也許臺灣就到那邊去 不過我個人是傾向於的是 從今年到明年 發生通膨的壓力是不斷地在增大 知名經濟學家馬凱教授在中天 美國十年級工戰 它的質疑上升的時候 最先倒楣的就是一些科技股 美國的印太戰略 其實它越來越明顯告訴你 我就是要取代印太元 風險高的就盡量不要碰它 比如說房市風險很高 股市風險很高 你盡量不要碰它 他們說這次激增的這個立場 看起來有很明顯的 拜登的這個色彩 掌握全球脈動 世界總體經濟趨勢 國際區域情勢變化 我是馬凱 我在全球正經周報 我在全球中 海底下 胡同學 我們一定會在做這幾年 最有多的 我們到現在